头发 头发也是肾脏在管 其实肾脏管的呢 头发呢 是发的色 发的颜色 所以黑色嘛 发的生长 成长呢 是水生木 是肝脏在管 肝脏 木头嘛 要开始长了 长了很多 叙叙出来 原来甚至种子而已 对吧 种子先发芽脏都叙叙出来 所以肾脏在管 发的品质 色泽 肝脏在管 头发的生长 所以你如果做改成的病人 做化疗的时候 一做完头发 当场再做 当场头发就掉了 再把肝脏伤到 让头发变黑的 这是历代的经验的方法 芡草呢 一斤 生地的三斤 你把它加进水熬成高 每天酒 喝个半勺 一个月头发就变黑了 你可以吃看看 无所谓啊 因为生地是滋补的药 芡草又没有毒 大罗没有关系 你可以吃 因为发为 中医的观点里面认为 为什么 中医认为说 发为血鱼 头发就血在滋润 它多余的地方就是头发 血之鱼啊